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为了反对堕胎 有些人去杀死了执行堕胎工作的医生和护士 不晓得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堕胎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认定胎儿是不是个生命 胎儿是不是有权生出来 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还没有生出来大概不是生命吧 还没有生出来我们还有权利来处置它吧 其实对 我们这个生命的开始是在怀孕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出生的时候就算一岁 是由他的道理啊 是在母亲堵子里面已经是四个月了 他出生就是应该是一岁啊 所以在西方人就不一样 西方人呢 出生以后才开始算起啊 这个可能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更正确一点 因为从这个 不管从哪个观点来讲啊 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讲也好 人的生命的开始啊 是从怀孕那个时候开始的啊 而否则的话 那就不是生命了 那既然它是生命 那应该啊 他有生存的权利 虽然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把他杀掉他 那既然已经投生了 在一个母亲的肚子里头 我们要尊重他 尊重他有出生的权利 那如果要杀掉他的话 就跟杀人完全是一样的 那可是那妇女就说 那我自己的选择权呢 我如果本来并没有预期要这个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来了 会带给我一些困扰 那我是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有没有选择权 很多人现在很多女性在争的 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这个选择权 你本能够这样子讲啊 选择权应该是首先考虑到 是不是应该怀孕吧 当一个妇女自己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怀孕 可能不可能怀孕 连这一点的尝试都没有 那是太愚蠢了吧 于是现在的人呢 我想不注意那样子愚蠢 一个女孩子 或者是一个妇女 说可能怀孕 或者不可能怀孕 连这一点情况都不知道的话 这才是她比较太愚蠢了 太可怀了 那如果已经知道 可能怀孕 而没有防止她 而怀了孕 而防止了 而没有成功的怀了孕 也有可能 那么没有防止她 而怀了孕 那应该扶着人 你要生出来 如果防止了她 还是怀了孕 那也就是说 命中啊 就是要女有孩子 那你应该接受她了 因为杀一个人呢 在你肚子里边有个小孩 跟生出来的小孩是完全一样的 生出来的小孩 你忍心杀她吗 是你自己的侮辱 是你亲生自己的肚子里边的一块肉 而是一个生命 是另外一个生命 你谁的杀吗 很多人呢 在堕胎之后 不但是母亲 连父亲啊 都是觉得很遗憾的事 那一期堕胎之后 感觉到终生的遗憾 为什么要堕胎呢 譬如说 这个妇女根本不情愿 她是被强暴的 或者被胁迫的 或者是在自己没有知觉的状况底下 那她根本就很痛恨 那她当然也不会喜欢要附中这个小孩 那这个时候 她有没有权利堕胎呢 那个施暴的那个人呢 可恶 那做了坏事 可是呢 那个小孩子在你肚子里边 她是无罪的 受惩罚的 应该是那个施暴的人 而不是啊 那个胎儿 胎儿 她是无知的 胎儿 她是无辜的 她到了母亲的肚子里边呢 她已经呢 是一个孩子 我们还是要保护她 连一只小猫 连一只小狗 我们都要保护她 后方是一个小孩子呢 所以是 我们不要弄出了对象 这个应该施暴者啊 要受处罚 要受惩罚 而不是那个小孩子 那个胎儿受到惩罚 而且惩罚了要她死 要她的命 这实在是太无辜了 可是那个妇女会想 她有一半固然是我的骨血 可是有另外一半是我痛恨的人的骨血 那她会疼爱这个孩子吗 已经在你肚子里边 既然有一半是你的骨血了 我们在副教的立场来讲啊 也是给她有缘啊 有缘呢 既然到你肚子里来了 那你就把她生出来吧 生出来以后 未必见得那个是个很坏的人啊 可能你是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宝宝啊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也是现在呢 常常会有的情况 就是说少男少女情窦初开 不小心呢 偷吃了禁果 因此呢 怀孕了 可是在她根本还不应该做母亲的时候 她就已经怀孕了 那她又该怎么办呢 这种事啊 是人间的悲剧啊 但既然悲剧发生了 这个少男少女的父母 应该要替她负责任 我们的社会也应该要 为他们呢 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来 这道义上应该吸毒他们 不是说让那个少男少女啊 让他们自己去负责任的 他们因为这一方面呢 在他们自己本身呢 这个还没成年 他们这个理智还没有建立 他们自己的私益都没有办法 生活还是无着闹 应该我们的社会 或者是他们的父母 两方的父母啊 都应该要接受他 如果是个男孩子的父母的话 应该把那个女孩子寄回来 那是她的孙子啊 应该就是要承认啊 那什么时候结婚以后再讲 或者是马上结婚也是应该 如果是女孩子这一方呢 那就要找到那个男孩子的那边去 跟她商量了 要给他了 如果男孩子根本不承认 或者根本不要 那怎么办 那女孩子还是要把她生出来 生出来以后 这个女孩子可能将来 这一生就完了 是啊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啊 我们现在的人呢 很多人呢 不会有这种介意 你只要把这个说清楚了 说我当时有这样子的问题 生了个小孩 那不一定就是没人要 可是毕竟会是他一辈子 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咯 心理上是如此 可是呢 人的错误啊 错过一次以后 不能够说一辈子都是错的 错一次以后不再错 没有问题 人呢 人人都可能做错误 有些做大错 有些做小错 错过以后 应该有他悔改的机会 有他重生的余地 所以是我们社会对这些人呢 应该啊 要给他们尊重 应该呢 要给他们帮助 应该从观念上面呢 从风气上面呢 要引导他们 所以在我的观念上面呢 应该 这个 就是说少男少女 生的孩子啊 应该还是生起来 对啊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